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我们是有三种口味 有辣 没有辣跟姜辣 老板娘 你这样子开了多久了? 我是算第二代了 第二代了 对 总共几代?就是两代? 两代 对 差不多有40多年的历史 哦 好 还没有好 还有一个鱼条 大多数你们这样子的话 一天可卖多少呢? 多少啊?这样子的? 不一定哦?不一定哦 不一定哦 因为现在不修啊 比较难一点点 哦 不过打包的比较多了 现在全部都是打包比较多了 对 所以你的是要辣椒? 可以 普通辣就好了齁? 普通辣就可以了 这个是什么酱呢? 不知蝦膏 蝦膏自己做的吗? 对 好 挺好 你也要不要辣了 老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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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看个人的口味来听啦 有的人不吃辣椒嘛 多数是 比较重口味它是加辣椒 哪一个比较好买呀 不少都是普通的比较多 就是没有辣的 或者是普通辣的 原味的要看啦 因为原味你没有辣椒 它会比较甜的 那么东西没有辣椒会比较甜的 加辣都好吃 加辣好吃啊 加辣是这样他个人觉得不吃辣 因为我们这个辣椒是自己做的 就是我们说那个原来辣椒 那个小小包的那个 那个是很辣的 哦 听老板说他家的 和别人家的辣椒是有区别的 来听一下他的是有什么独特之处 哦区别啊 区别我们的 我们的椒是不可以搅 因为它们的辣椒是不需要搅 哦哦哦 因为它们比较水 我们比较浓 我们的东西不能搅 脚要蒸蒸蒸蒸 就传在那边 哦 然后我们是有放虾糕 所以我们有放虾 因为我们的花生是比较大 因为它们比较脆的 那花生 因为我们是放脆 是因为有的人要加花生 花生 脆的你加太多下去 你那个东西那个味道 全部给它吸走 比如说你吃爱乳酪 哦哦 那你觉得很甜嘛 你放多花生 你吃下去 它不会甜的 你可以去试试看 哦 花生脆的好 你放花 它会把那个东西的原味 全部吸掉 就吃那个花生的味道 哦 如果你是大力的花生的话 你可以吃到花生 你可以吃到那个虾糕的味道 哦 这样子 这个样的区别对吧 对对对 因为它们通常都是要脆的 如果你不小心的话 那个脆的花生 以后你吃雪糕 然后你买那个脆的 那个花生 你放下去 放多一点 那个雪糕的甜的味道 哦 好的 甜的味道也不会不必要 然后那个味道也是全部 嗯 就是那个花生味 嗯 嗯 那个虾糕的 然后我们是特别是带虾糕 嗯 好的 有一次我做错 他要帮我做吃 然后我就说 哎 等一下我自己吃 我吃个小食物 全部剩水 没有水 我全部没有掉 你要小心啊 吃的要小心啊 然后这个东西呢 全部都会 所以你的食物全部没有掉 只有那个油条 不会用掉了 哦 这样子的啊 嗯 就是说包的跟那个吃的 完全不一样 哦 吃的呢 因为我们是算浓 有的人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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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吃的啊 我们留下去啊 它会生水刚刚好 它不会这么浓 那如果包的啊 我们一定要分开 嗯 这样水 哦好的 我们的酱会比较浓 好的 谢谢老板娘 你要快点吃啊 快点吃水啊 好的好的 谢谢 拜拜 拜拜 这就是马来西亚冰城聪明的罗加哦 放着满满的麦芽糖虾膏 很香 我的车现在全都是罗加的味道 我以为它放的虾米哦 会有腥味咯 谁知道都没有哦 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带点辣味 非常开胃 他们主要还是它的麦芽糖虾膏醬吧 加上它们独特的蜜花 还有爆香的虾米 真的口感挺特别的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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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凯 热